她搭配的不太长 我的女儿她是1973年 73年属什么的 孙牛 我就是问她身上有没有灵性 不是灵性啊 她的感情运很差 对对对 婚姻不好 是的是的 我告诉你啊 她身上有灵性 她打过胎 吊吊过孩子的 现在在她身上 她跟她老公两个人整天吵架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你在边上激得不得了 开什么挑拨 等到人家真的闹离婚 吓得来 哎呀不要离啊不要离啊 你就是这种人啊 对不对了 他们已经是离婚了 你看 一点不错被你弄的 你赶快忏悔吧 我已经在念小房子 忏悔 我要忏悔 李佛大忏悔文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他要念多少小房子 什么他 你先要念他了 是你硬拆 人家把人家拆散掉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就是喜欢说吹点牛 还有气量很小 对不对呀 还堵 笑起来怎么像白毛女 这个人闷修好啊 闷修好闷修好 你讲的不错 我是没有修好 我念了很多小孩子 但是可能我是没有 闷修得得药 所以没有那个 你好好 你好好修 好吧 我告诉你 你这个女儿呢 也不要着急 命坑当中呢 是两次婚姻 那么接下来一次呢 我就希望你 给这个新来的女婿 念心经 你不要再去对她说什么了 听得懂吗 否则你会耽误她的 第二个呢 前面几年呢 也是厄缘 但是三年之后呢 开始转为善缘 所以叫你女儿 这三年当中 无认诺后要坚持一下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你女儿太听你话了 你太霸道了 你看又笑了 哎呦 这个人怎么这种笑话 好 罗代长 我再请求你 给看一个 我的一个福友 他叫罗旭琴 他今年三十六岁 他一直就是 没有上过班 有领心 我就不知道 好了 人家不在 今天这么多人 你不好意思的 给下面看吧 好吧 好 你自己好好帮女儿念心经 听得懂吗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